全片廣查了先讲 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水恩 节目开始之前提醒一下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数一数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关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就可以和我们互动的了 好了回归今天的节目主题 木耳蒸鸡木耳炒肉片 是很多广州街坊最喜欢吃的菜 但是最近这个爽口又有营养的木耳 竟然吃到差点搞出人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2015年7月5号 住在温州的陈先生 和平时一样为自经家人准备晚饭 但是就是这一餐平凡又温馨的晚餐 差点成为陈先生的出名副 经过医生的抢救 陈先生现在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了 而医生对陈先生的病因都进行了追查 令到陈先生中毒的原因 居然是那条木耳炒蛋 据说陈先生拿来煮菜的木耳 已经浸了三天的时间 令到这个木耳产生了生物毒素 究竟这个生物毒素是存在在哪里的呢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避免中毒呢 今期节目必须为你调查清楚 既然陈先生中毒的原因 是黑木耳当中的生物毒素造成的 我们调查的第一步 当然就要搞清楚 什么是生物毒素了 为此我们特意来到了中山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找到这边医生 生物毒素呢 实际上在我们教科书上 也叫做天然毒素 那么这个毒素呢 一般来说 我们通常来理解 就是说 在对一个食物来说 它这种毒素不是由外来的 也就是说 不是人为添加的 而是由食物本身带有的 那么比如说 我们的核心椰 我们的秋葵树 这一种东西 它是食物本身含有的毒素 我们称之为天然毒素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这个食物在保存过程之中 它放置在这个时间长 而由自身发霉 或者是电质 引起自身产生的毒素 我们也把它 归在生物毒素 也就是天然毒素这一类里面的 刚才医生都提到了 医学上面的生物毒素 是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 动静物本身含有的生物毒素 而另外一种就是 变质之后产生的生物毒素 那么究竟令到 陈先生中毒的生物毒素 是来源于哪里呢 根据便医生给出的线索 我们的调查员 在网上搜索了一刻 发现鲜木耳本身含有一种 叫做卜林的物质 布朔可以令到 鲜木耳当中的大部分 卜林物质降解和分解 我们在食用之前 再经过水分 又可以将正如的毒性物质溶解 刚才的资料显示 布朔只可以去除 木耳当中大部分的卜林 而令到陈先生中毒的那盘木耳 足足浸了三日的时间 那是不是因为木耳浸的时间太长 令到这个卜林溶出呢 接下来我为了重演一下 陈先生中毒的条件 特地准备了两盘 浸了三日的木耳 一盘就是生的 一盘就是熟的 分别就会为两只小白鼠吃了 之后看看这两只小白鼠 会有什么变化 一个钟头过去 究竟食用爆发了三日的黑木耳之后 小白鼠会不会出现生命危险呢 一个钟头过去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两只小白鼠有什么变化 首先看一下一号的箱 一号的箱里面 我们是放了生的木耳的 我们看到小白鼠现在躲在角落头 动都不动的 可能它吃了这个生的木耳之后 没办法动动的了 我们再来看看二号的小白鼠 二号的小白鼠 它是吃了熟的木耳的 我们看到虽然它是有动动 但是它的动作动得不太大 而且它每一个步伐都很迟钝 无论是喂食煮熟的木耳 还是生的木耳 小白鼠都出现了不适的症状 那是否意味着 木耳当中的卜林经过浸泡 溶出了毒素呢 实际上普林这个生物物质来说的话 实际上很多食物里面都含有 不是说木耳独有的一个东西 那么凡是我们这种深色的植物食物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可以跟阳光产生光合作用 这种过程的话 它就含有普林这个东西 但是这种情况下 出现过敏的情况下 也是很少见的 所以我们就是吃一下普通的食物 它含有一些普通的情况下 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是非常强的 虽然便医生就跟我们说了 我们平时吃的木耳是安全的 但是在实验当中 小白鼠的确实出现了中毒的现象 既然这个木耳本身就是安全无毒的 那么会不会是它浸了三天之后 这个木耳变质而产生了毒素呢 不行 我要继续调查清楚 为了寻出木耳毒素的真正来源 水银决定调整调查方向 继续追查 当我们搜索关于木耳变质的相关信息的时候 就有一样放物质引起了水银的注意 就是亚硝酸炎 根据网上资料显示 据算木耳泡发的时间过长 本来无毒的木耳就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炎导致中毒 而根据研究显示 亚硝酸炎的中毒量为0.3到0.5克 既然是这么久浸木耳产生的毒素 会不会就是亚硝酸炎呢 接着你 我们准备一袋浸泡了三天的木耳 再连同未浸泡的干木耳 拿到专业的检测机构 进行亚硝酸炎的陷量检测 女士我想问一下 今次检测亚硝酸炎的结果出来了吗 出来了 两个木耳都是没有亚硝酸炎的 没有啊 是的 没有啊 那好吧 谢谢老师 这个浸来了 木耳产生的毒素 既不是来源于这个木耳本身 亦都不是来源于亚硝酸炎 那他究竟躲在哪里呢 唉 我们的调查方向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一时之间调查追入了僵局 在无计可知的情况之下 水因决定重组事发经过 看看有没有遗留的细缠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一间 比较像陈先生家的民居了 来一次案情重组 好了 那我现在就要将自己想象成为陈先生 我们的调查员先和陈先生一样 将干模拟下分 我之前已经像陈先生那样 将这个木耳浸了起身 而且是放在冰箱三天的时间 那我现在就要打开冰箱 看看里面的木耳有什么变化 我打开来闻到一股意味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木耳上面 还有很多那种黏绸物 哦 我知道了 又可能是微生物 不行 我要立刻拿去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广州 每周一件食品药品安全研究所 在我身边这位就是刘老师 刘老师你好 刘老师 我觉得这个浸来了木耳 之所以会产生毒素 原因是这个微生物在作坏 那我就想问一下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哪些微生物会致命的 有欲毒赶菌 金黄精破球菌 白喉赶菌 比较常见的是黄曲霉毒素 黄曲霉毒素是什么呢 黄曲霉毒素是一种真菌毒素 它目前已经分离出17种 而最常见的就是黄曲霉毒素B1 它是毒性最强的 已经被定为是致癌物质 那么严重啊 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检测一下这个木耳 可以 好 解释一下 刚才我们都提到了 黄曲霉中毒的症状为肝功能 虽欠 还会有维谱不升 恶心 嘔吐 腹脏 以及肝胎 速痛等等 严重者出现水肿 这种与新闻事件当中 陈先生中毒的症状是非常相似的 既然如此 我们根据设议员的意见 对赫木耳进行黄曲霉定性检论 下木耳中毒之谜 第三次调查 究竟专家口中的黄睦霉 会不会就是令到陈先生中毒的原胸呢 在上一节我们通过试验指导 哈木耳本身是安全无盗鸡 而挣跑三翼哈木耳 超酸炎含略也不会飙升 究竟哈木耳令人中毒的罪魁禍首是什么呢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生活调查团 再次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数一数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但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对这个浸来了的木耳产生的毒素 就进行了追查 到底结果是怎样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 来到实验的后一步 实验员刘老师就和我们说 如果检测卡上面出现两条红色 就说明木耳当中不含黄曲霉 如果出现一条红色 就说明我们送检的木耳是含有黄曲霉的 大家可以见到检测卡上面出现了两条红色 这个陈杰哥说明黑木耳当中不含黄曲霉 但黄曲霉的中毒症状和新闻事件当中 陈先生说的中毒症状非常相似 究竟木耳当中有没有可能存在黄曲霉呢 实际上木耳本身跟黄曲霉树这个关系并不是很大 那么我们知道黄曲霉树主要的产生 是在植物性食物的时候 在放置时间比较长 那么它在发霉这个过程之中产生的一种毒素 那么木耳这种成分的话 它的电粉含量 就是说它的电粉含量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那么它其实在我们食用过程之中 或者是我们在保存过程之中 一般是以干燥的形式存在 那么我们也就是说要吃木耳的时候 比如说我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直接的加热使用了 那么这种短时间的放置来说 是不可能生长出黄曲霉树的 那么实际上木耳 一个它本身不含有黄曲霉树 第二一个它这种放置的过程来说 基本上是我们都见不到木耳里面 有黄曲霉树存在 调查到这里 相信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就是拗了头了 经过调查员一系列的检测 我们发现其实木耳本身是安全的 但陈先生食木耳中毒的新闻又摆了眼前 那么究竟为什么陈先生食木耳会出现中毒现象的呢 我们平时食用木耳又是不是安全的 这个当事人应该是说在吃木耳的时候 他把木耳浸泡然后放置了三天 然后再进行食用 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少见的 一般来说是当天泡当天使用 这一个是一个常规的生活习惯问题 从他的一个表现来说 或者说他放置的时间来说 我们觉得最可能出现一个中毒症状呢 就是这个木耳在浸泡过程中 它的湿度增加 那么在放置入冰箱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明白 我们的冰箱不是一个杀井的设备 它只是一个低温设备 那么防止就是易防蓄减的生生的加速 那么这个放置的时间长了 引起了在冰箱内的木耳的污染 那么这种情况下 有些人吃木耳觉得已经泡得足够软了 那么适当地加一下温就可以使用了 那么这种加温不测试的情况下 造成了蓄减的污染 然后引起它的一个常到不适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中毒症状 听到便衣生的分析 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其实这个木耳中毒事件 试试特殊例子 只要我们平时注意成物的卫生 一般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调查到这里 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原来这个中毒的事件 只不过是个别的例子 平时只要我们将这个浸木耳的时间缩短一点 又或者将木耳煮熟一点的话 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 那我们平时究竟怎样浸木耳才够快又安全呢 要知道怎样泡发木耳才是又快又好 我们第一时间就当然去到赛市场 请客一下各位阿姨了 起码都四五个钟 一个钟头左右 没注意我可能是五分钟 热水的话十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冬水的话半个钟 大约都是一个风头左右 两个钟头应该可以了 浸几个钟呢 是否要加一点热水 加一点热水 我都没有很清楚 用水要快一点 应该给点热水 都没有什么方法的 用热水吧 经过采访我们发现 大部分街坊浸泡木耳的时间有长有短 短则几分钟 长则几个钟 有些街坊为了缩短泡发木耳的时间 都会在木耳里加入热水 这下不用不同温度的水来浸木耳 它们的重量会有什么变化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做的是取氧 为了实验的准确性 我就会在同一朵木耳上面 去取三份干木耳 为了实验的准确性 调查员在同一朵木耳上面 取出一盒的木耳 并且放到20摄氏度 50摄氏度和90摄氏度的水当中 浸泡30分钟 30分钟之后 我们再来浸一下这个木耳的重量 好了 三份木耳就已经浸了15分钟了 它们在浸之前都是同等的重量 那就是一刻了 不知道用了不同温度水浸了之后 它们的重量会有什么变化 接下来我先脱下的手套 摸一下它们有什么感觉 首先我摸一摸第一个 第一个是用20度的水 第一个摸上去会有些比较硬的感觉 而且我们看到它发得不是非常大的 和原本的大小是差不多多少 那我们再来摸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是用50度的水 第二个摸上去 手感比较好 还有我们看到它的光泽度都不错 都比较光滑 还有它们发得都比较大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 第三个的水还是热的 第三个摸上去 虽然我们看上去它都发得比较大 摸上去没有那些软的感觉 而且摸上去会有些凹凸不平 会比较粗 而且我们看到它的光泽度都不是非常好的 我们先摸上去 接下来我们就会称一下它们浸之后的重量是多少 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 那我们之前已经准备了纸巾的了 是为了吸它上面的水 从木耳的重量和表面我们可以得知 虽然热水泡饭木耳的时间的确是更短 但是这样做会不会破坏木耳当中的营养成分的呢 大家都知道木耳最重要的营养价值就是补血 而黑木耳之所以可以补血 是因为木耳的铁含量非常高 根据指标显示 黑木耳的铁含量被猪肝高出5倍 被菠菜高出30倍 既然是这样 热水泡过的木耳 又会不会令到木耳当中的铁流失呢 我们一于将刚刚实验的三份木耳打包 并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通过检测我们得出一组数据 用20摄氏度冷水泡泡的木耳 铁含量为每100克1.65毫克 用50度温水泡泡的木耳铁含量为每100克1.64克 用90度热水泡泡的木耳铁含量为每100克 1.4毫克 从事数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浸泡木耳的水稳越高 木耳当中的营养成分就越容易被破坏 既然是这样 我们要怎样泡泡木耳 甚至可以既快又不会影响营养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广州新东方攀任学校 找到了丁师傅 丁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 我想问一下 在我们生活当中 应该怎样去浸木耳才够快又安全呢 其实讲到浸木耳 之前我们要了解一下 要选什么木耳 因为木耳其实还有一个学名叫做黑菜 黑菜 木耳也是 然后它是一个食用菌 首先我们在做之前 我们要学一下怎样去选择漂亮的木耳 首先 这两个人在这里 你认为主人 你认为哪一碟是比较漂亮一点的 我觉得这碟 你看看这么大 大 而且颜色也有深一点 有黑 其实这个说法是错的 因为怎么说呢 我有三方面 例如说选择木耳的 第一 我们可以从它的大小来选择 但是饱满 第二 可以看它的颜色 因为这颜色是比较黑的 然后你看看这颜色 它比较接近自然色 有一点白的 有一边是白 有一边是黑的 有没有发过一流 第三 可以闻口气味 这种比较漂亮的那种 就是比较清香的 有木耳的味道 是 木耳的味道 是 是 而且大种那种 的味道比较重 真的吗 是吗 我刚才闻也不觉得 是 是的 我由这三方面 可以了解到木耳的质量 还有品种 是 那我们知道品种 怎么选择 应该怎么去浸呢 其实浸木耳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会 把木耳放在盆里面 首先就放在盆里面 是 是 是 然后会加一点盐 进去 是 加点多 大概是三克左右左右 是 为什么要加盐 因为加盐的话 它会变得比较软 软 然后比较爽口 师傅 那我们加盐之后应该怎么样 我们会加入 五十到六十度之间的温水 因为为什么要加温水 因为它 这个温度是比较适宜 去涨发气的 它可以完全伸展出来 那我们加了温水之后 大概浸多久就可以呢 浸的话 通常五分钟可以立即洗的了 但是你如果化得更加亮的话 半个钟就特别亮了 那时候 哦 五分钟就可以了 嗯 是 看你自己的需求 嗯 是 好 三十分钟过去了 我们看到 哇 浸完之后 这个木耳又大 是 是 是 这个感觉非常之好 然后比较光雜 对吗 嗯 挺香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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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师傅 浸完木耳 可以炒来吃了吧 那又不用这么急着 因为呢 为什么呢 我浸发了之后呢 因为 鸡肉里面的木耳 还有一个 小小的泥沙 是的 如何去除泥沙呢 我们可以加一些生粉下去 哦 是 加一些生粉 加一些生粉下去 然后呢 加了生粉之后呢 还要用我手 去温水一下它 是 是 是 搅拌一下它 让泥沙掉下来 而且沖洗干净 就可以炒来吃了 调查到这里 生活调查团提提你 我们现在食用的木耳 是安全的 只要注意卫生 就不会出现中毒的现象的了 拍发木耳的时候 最好加入温盐水浸泡半个钟 然后加入少量的生粉清洗 那么发出来的木耳 就会又卫生又爽口的了 好了 我们今期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相信今期的节目调查 各位观众朋友 看完之后 已经知道 如何浸木耳 才是最安全 和最有营养的了 在节目的最后 再次提醒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了解 更加多的节目资讯 又或者你生活上 有什么疑难 虽然我们帮助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生活调查 和官方微信 那就OK的了 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了 拜拜